好像我在跟我們平常人講 為什麼我們英文學不好的原因是一樣的 沒有錯是環境的問題 還有就是說 社會上的領導性的人有標範青人物 他對這個事情有沒有起一個領導作用的問題 我也必須說 在國民黨統治五六十年以來 我們每個人都被國民化了 換句話說 國民黨在臺灣社會創造出來的 中國的文化和傳統 變成是唐室的文化 跟壓制了其他所有文化的生存空間 這我們必須要去做 我小時候我媽媽還跟我 因為她是米蘭人 她跟我講文化話 可是到了大的時候 我媽媽也背後跟著我講國語 因為我上學以後就講國語 但是我覺得現在的 像新溫這一代 我倒是看到 像這一次學營裏面 很多都是哈達的 喬撒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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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嬰 喬撒嬰 換句話說 我們還是看到客家的 尤其是在這次學營清華大學裡面 有很多的客家小朋友 包括成為名本的客家人 這些小朋友兩個特性 讓我們的兩種長輩感到非常地安靜 第一種就是那種小朋友站出來說 我支持台獨 他也覺得沒什麼不對 讓我們老一輩的老人家覺得後繼有人 另外一群就是我剛才講的 學院裡面有很多的是 從新竹 陶珠南地區的這幾個大學出來的 年輕的 會講客家話的客家小朋友 某種程度也代表了客家 其實是在下一個世代已經看得出來 他們不但是客家的小孩 而且他們可能是將來領導台灣的人 所以我們 這個是需要時間 語言的問題 除了我們整體創造出來的環境 這個環境 我老實講 真的很困難 以現在來說 大家都覺得講英文很重要 大家也要大致學 學英文 也是一樣都不喜歡 因為環境不存在 你在一個高度的中國文化傳統裡面 你要創造一個學不同語言的環境 本來就是一個很困難 就在靠每一個人的堅持 社會上很標端的人 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客家話講英話 我到處講客家話 激起社會對客家話的興趣 這是在社會上具有罪關性能 必須要去做的事情 就像我也很想講英文 讓我們臺灣人覺得講英文很重要 不過講英文的人現在是蠻多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就是客家的地區 究竟跟美金黨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好像美金黨在桃竹苗 都是一個相對弱勢的政黨 當然就是說 長長以來 在民進黨的九十年代一直發展出來以後 他開始慢慢的好像 他本來是一個北部都會黨 後來變成是南部的黨 也就是說他這樣子在轉移的過程中 他的語言也開始轉換 我們畢竟是一個閩南語的政黨 他講話是閩南政黨 一直到我做主席 又開始我們開會的時候 居然所有的中常委都發現 他們必須要捲著舌頭說話的時候 突然下了一道說 現在改變了嗎 但是民進黨雖然是說 他在政治性格上的改變 造成他語言使用上的惡努 可是也有很多人說 我們民進黨是一個閩南沙文黨 是一個南京沙文黨 可是你想想 2008年他們會選我做主席 就表示他們也想改變 他們想選一個明星來做黨主席 選一個閩南話講的不好 根本是幾乎是不會講的人 來當這個主席 其實民進黨他心裡是想改變 他也想親近客家 也想親近臺灣等 我們一個主席 甚至於說 連陸佩他們都覺得 在人道上跟在官環上 也應該要去照顧他們 在這種情況下 但是社會 因為早期從80年代 民進黨就是一個充創現行體制的政黨 所以讓我們感覺是 民進黨比較草馬 民進黨比較充創 然後國民黨再標上一個標籤 叫做暴力黨 到現在還叫我們是暴力黨 所以就很多 我必須講 我們客家的鄉民有些是比較保守 他們也不喜歡太有這種動亂的感覺 所以 臺灣社會基本上還是一個 在五六十年國民黨統治以後 還是一個滿保守的社會 所以像我這種人還是暴力小英 還貼得上去 你就想說 這個社會有多保守 也就是說 在五六十年國民黨統治下 臺灣社會的思想解放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2012年選完以後 我有一個想想論談 我就希望臺灣社會是可以解放 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上去看一下 其實它代表的是一個新的世代 對這個社會的觀察 那裡的六百個作者裡面 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年輕人 我跟你講 這一次的學藝 主要領導人都在那裡投稿過 所以難怪國民黨在放我的毒 說學藝是我搞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臺灣的社會 必須要從觀念上改變 從觀念上改變以後 把自己釋放出來的時候 民眾吸納其他的能量就會比較大 但是我覺得客家可能是 臺灣每一個族群 也相對保守性能比較強的一個族群 也受國民黨的影響最深 但是在這個過去的歷史的過程中 產生了一定的對 跟閩南族群的一個不和諧的關係 因為在早年的開墾的過程中 本來就跟閩南族群 是有充創的歷史的關係 所以這些都是歷史的影響 但是剛才不想拿來講 只要我們大家都幸福再去 去遵從現在現在的 我們大家共同的價值 比如民主 就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價值 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 能夠是一個主權 自己的主權的一個國家 我們希望我們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地方 如果大家幸福在這些標準底下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當這個社會一致往前的 我也必須講 這真的需要實踐 那領導人很重要 領導人不能挑起這個社會的矛盾 但是很不幸的我們看到 一些國家的領導人 他是以挑起社會之間的矛盾 作為選戰的工具 這是很不好的事情 我也相信剛才哪一位講過 我們先把好東西先保存下來 讓下一代人當他有時間 或是要學習的時候 要去傳承的時候 東西都有保存下來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至於陶珠苗地區的政治性問題 這個選票實在是很奇怪 但是我沒什麼抱怨 我也誠實地講 我心裡自己是怎麼想的 沒有說2012年 本來打到最後的時候 陶珠苗的票數是有翻轉的可能性 但最後都被國民黨收回去了 為什麼 其實很大的原因 就是最後國民黨動能和支援 而且非常多的資源在陶珠苗 所以很多人叫我說 不要浪費時間在陶珠苗 可是我不信這一套 我還是要繼續在這裡 讓這裡的感覺跟民進黨是親近的以後 那就至少比較難不動了 我相信只要我們持續在這裡的話 總有一天陶珠苗的改變 我也看到一些民調 陶珠苗是在改變當中 民調改變都表示選票的改變 因為選票要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所以我們長期在陶珠苗地區 因為是弱勢 所以我們的黨部也比較弱勢 所以我們的地方公司的提名 也爭議會比較多 我們真實的對話講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每一次在找最好的候選人 其實都非常非常的痛苦 還好我們這次在苗栗找到了一種母聲 叫做吳一珍 居然是我們苗栗客家的女兒 而且是一個非常傑出的不分區的女兒 我們就請他去選憲章 雖然他政治資金上選憲章是比較早一點的 可是我覺得他足以代表新的世代民進黨的候選人 所以我們覺得很好 我們就讓他去選 那新竹 這是一個我們幾乎找不到憲章候選人 民進黨憲章候選人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考慮很多不同的城市 那新竹市也是同樣的道路 有一個人比較常在挑戰 但是最終還是一個積極決心的過程 那這是一個很艱難的選區 每一次在勤勵的過程中 他的爭取也特別多 所以我們也都特別小心的來處理 但是我們整個民進黨的地方黨部的能量有限 中央黨部也必須要兼顧到 這一次全台灣都要選的情況下 是也有一些戰力分散的情況 所以2014年雖然對我們來講大力環境比較好 但是這是一個很困難的選戰 因為這種規模的選戰 我們從來沒有打過 全台灣都在選 而且是七合一的選擇 對民進黨之後相對支援 有限地方黨部跟基層的能量 相對於國民黨的比較小的這個陣 其實是非常非常勢勁 所以我要在這裡要特別拜託各位 在這一次2014的選戰裡面 如果我們做不到的 或者是做得不夠的 跟我們指教 但是在這方面也能夠謹妙的支持民進黨 我們TU 能夠擴展更多的社會的基礎 讓民進黨可以慢慢的再投資到地球 能夠打下一個便利 因為我要去趕高鐵 我本來預計這是一個總統的做常委 後來我說不行 這麼多人我們要兩個總統 所以我已經報了 所有後備的行程都贏的那一個總統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值得 今天真的很高興在這裡跟大家 有機會座談聊天 真的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很難得主席來到我們關心 也聆聽了各位的意見 各位也有約的發言